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瑪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展速配 喜歡格鬥遊戲的玩家應該都聽過或玩過這款遊戲 劍魂5 在上個週末劍魂5還舉辦了格鬥比賽 而且贏的話還可以代表台灣出國拚冠軍喔 現在我們馬上來看看當天的比賽盛況吧 萬代南夢宮最受玩家歡迎的刀劍格鬥遊戲劍魂5 以其暢快的遊戲風格而大受好評 週末期間萬代南夢宮也在台北地下 下街舉辦了劍魂5PS3遊戲比賽 因為冠軍不但有2萬元的獎金 還有機會代表台灣參加今年3月17日 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劍魂2012世界大賽 所以吸引了各方好手齊居一堂 展開前所未有的激烈戰鬥 而共有64位選手報名參加 每一個參賽者都是不容小看的狠角色 當選手以華麗的技巧獲勝 或是在驚險萬分的情況下 能逆轉勝更是讓台下的觀眾 看得緊張萬分大呼過癮 尤其當比賽進行到最後8強時 每一個參賽者都是實力深藏不露 稍微不注意可能就被對方逆轉KO 精彩比賽獲得滿堂彩 經過激烈絲殺後的優勝者 也將帶著台灣玩家的祝福 前往英國拼世界冠軍 我們也一起替台灣選手加油鼓勵吧